那么我们知道日文里边有很多汉字 而且日本文化它的这个主要的那些文化的资源和中华文明相关 它的很多学术资源都是相关的 所以当它去翻译西方的东西的时候 几乎就等于用它们直接用汉字去翻译 它们真用汉字去翻译 那么我们跑到日本留学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就拿回来了 因为它就是汉字 就是发音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新闻上学这个词就应该是在1881年 应该是明治14年 明治好像14年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记载都说是1884年 实际上还要早1881年 就是东京大学有个叫井上哲次郎的 它编了一本哲学词典 日本叫哲学智慧 这个里边它就根据这个周易里边的细词 叫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气 就把这个metaphysics翻译成行而上学 那么这个概念就引入到中国很方便 你看1911年 这个编的这个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里边就讲行而上 行而上学是就考究行而上之对象 阔弧即实在 对于考究行而下之对象 阔弧即现象炎 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是比较文言文的色彩比较重 我们知道1919年的时候以后 白化文运动才真正的兴起 就是相对于研究行而下的 也就是现象的来说 行而上学是研究实在的 这个词就流传下来了 但是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词典 第一含义会说 行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的 片面静止 只顾虑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是吧 那么这个概念之所以这么用 是也和翻译有关系 1906年的时候 恩格斯的一个小册子 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恩格斯在那儿这么用 行而上学这个词 那么日文这么去翻译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在中国成为意识形态的 主要的主导力量 我们通常了解行而上学 是这么来了解的 与辩证法相对的 片面静止孤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能会想 恩格斯为什么这么用 和黑格有关系 黑格把他那个时代的 行人上学家称之为 片面静止孤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但黑格没说 行人上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因为黑格自己就是行人上学家 也就是说按照黑格的方式 就是说有片面静止孤立看问题的 行人上学家也有辩证法的 辩证的看问题的行人上学家 但恩格斯这个词就直接 等同于了那种思维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一讲到西方哲学 不得不懂要说一下的 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的 就是行人上学实际上是 西方哲学一个核心部门 一直到黑格为止 他甚至就等同于哲学 只在黑格之后 我们今天要讲尼采之后 他衰落了 他衰落了 显然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西方哲学家们也不满意 你看17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也有哲学家就生造了一个 拉丁语的词叫ontologia 我们通常翻译成本体论 但这个翻译也不是一个好的翻译 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 希拉里头昂加logos 直接的字面含义 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关于存在的理论 显然就是说 在近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们看来 行人上学这个概念 metaphysics这个概念 不足以反映它的研究对象 而这个ontologia很直接 它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我们都知道一门学科的 这个都是由它的对象来确定的 对吧 它一定要由它的对象来确定 相对来说呢 我们说 行人上学这个汉译译名 也不是一个好的译名 尤其是我们知道 我们它是利用现有的中国学术资源 我们说周一细词里边讲 行人上者未知道 行人下者未知气 来去翻译行人上学 就使得我们往往从行人上者未知道的意义上去理解 metaphysics 而不是从metaphysics的意义上去理解行人上学 它本来是个外来语 我们几乎把它就看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概念 我们中国哲学也讲行人上学 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要重建行人上学 其实你想一想我刚才讲了一个学科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来确定的话 行人上学是由存在这个研究对象来确定的 显然它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 你不能说我有一种不研究存在的行人上学 这显然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概念 自相矛盾的一个概念 我们前面也就是简单讲一讲这个概念 那么从整个的行人上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来讲 首先是由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们通常一讲哲学时我们会说 这个巴门尼德有三项贡献 第一提出了存在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提出了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 也就是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 通过思想把握事物本质的这样一个基本思路 第三我们说就是在哲学中开始了推理论证 不再是像以前的哲学用那个比喻和象征 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哲学 那么在此之后像苏格拉的布拉图 我们知道大家去看苏格拉的对话 他会探讨美之为美本身是什么 勇敢之为勇敢勇敢本身是什么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 苏格拉的已经开始把巴门尼德通过思想 把握那个存在的这种方式 具体落实在追问事物的普遍本质上 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的本质 而这个思想到柏拉图就成为他的 就发展成为他的理念论 两个世界区分 我们面对的是千变万化 多种多样生命不已的 不完满的这个感觉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之外 每一类事物的本质 由这些本质可以构成一个本质的世界 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 两个世界的区分 那么我们面前这个世界 它的所有的存在和意义 要取决于它的理念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思路 那么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即便到亚里说德 虽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 但他和柏拉图很重要的分歧在于 柏拉图强调事物的本质 普遍的共向是分离于具体事物之外的 而亚里说德强调 本质普遍的共向 没有分离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客观存在 形式和质量是结合在具体事物之中的 但是亚里说德本人也仍然认为 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思想来 把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分离开 我们去把握它 另一方面呢 当他探讨第一实体第二实体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也把种和属看作是事物的实体 那么这一方面呢 就是发挥出了亚里士多德 以5C啊 以实体为核心的 由十个范畴构成的一套范畴体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 就是巴本尼德提出了存在 是不动不变的 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合理地解释这个世界 我们不光说你要倾向于一个方面 你也要能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千变万化的 多种多样的 那么从苏格拉的柏拉图到亚里说德的解释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把存在看作是一切东西的基础 但存在我们可以像亚里说德 我可以把它分类 由这些分类再去分比其他的类 也就是说一层一层的 它最基础的是存在的最基本的一套范畴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经常讲 柏拉图和亚里说德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以至于到中世纪叫为时论和为明论之争 但实际上在亚里说德思想里边 仍然包含着柏拉图主义的因素 仍然包含他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 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 那么我们想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就是我们说以存在作为研究对象 以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思辨哲学的基本公式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种方式我们想一直到黑格 黑格逻辑学第一个范畴就是存在 它从存在这个范畴自身的矛盾一直推演到整个的 这个推到最后的逻辑里面 我们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式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海德哥称行日上学的历史 是叫做存在的遗忘史 也就是说虽然行日上学标榜它是研究存在的科学 但是在海德哥看来 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存在物的存在 对于存在物的抽象 是存在物的共向 而不是存在本身 不是存在本身 所以这个也就是海德哥称之为叫做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 存在论差异 那么你踩在这上面的重要贡献就在于 他意识到就是你行日上学 虽然基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 你要认识存在者的存在 可是你那个存在不过是存在者的抽象 你是把我们面对的现象界看作是不完满的 偶然的这样一个相对的世界 它的所有的意义集中在那个完满的 无限的那个本质的世界 那个存在 但是你就相当于把这个我们面前感性世界的所有意义 抽离出来 形成了一个超感性的世界 好像那个超感性世界是真实的存在 而我们现实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存在 所有的意义集中在存在 而我们现实世界没有意义的 这个 尼采 他的 在海德哥看来 很重要的一项贡献就是 揭示了说你其实 你说的那个存在 积居了所有的意义 那个本质的那个存在 是不存在的 他不过是现实世界本身的意义 所以他像那个时代 很多人 其实这个不光是尼采 那个时代 我们想一想 想一想 那个费尔巴哈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费尔巴哈是被我们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忽略掉它 是吧 实际上费尔巴哈的 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 他讲 说上帝是所有人的异化 他是人的所有的宝贵的东西 都给了上帝 而人是贫穷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就认为 那个实际上呢 你是把人的本质 异化为了上帝的本质 这个费尔巴哈是无非是要把 你放在上帝那的本质还给人 其实尼采做的事情跟 苏本华 跟这个费尔巴哈有点类似 就是我要把你异化到了 那超感性世界的东西 还给这个世界 还给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就是 海德哥称尼采说 他是行人上学的终结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称尼采是最后一位 行人上学家 这个看起来还是有些矛盾的 他终结了行人上学 怎么又是最后一位行人上学家 是吧 首先我们看一看 在通常我们会把 黑格尔看都是行人上学的极大成者 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 一个庞大的行人上学体系 那么黑格尔之后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以反黑格尔起家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一样的 所有哲学流派都是反黑格尔起家的 所以我们通常说 黑格尔标志着行人上学的完成 也标志着行人上学的终结 对于这一点 海德哥并不反对 海德哥也承认黑格尔是行人上学的终结 完成 但是他认为尼采和黑格尔一同构成了行人上学的终结 但两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两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黑格尔是通过行人上学的完成 终结了行人上学 尼采倒过来 我是批判这个行人上学 我终结行人上学 但在海德哥看来 你恰恰也不过是行人上学的完成 也就是你还没有脱离行人上学的限制 这个没有脱离限制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说 我们先看看 尼采 他自己称自己叫做什么 叫做柏拉图书的道转 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这个巴布尼德开始 经过苏格拉的柏拉图 这个形成的这样一个传统 理性主义传统 我们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的话 那么黑格尔显然是柏拉图主义者 那么尼采作为这个柏拉图主义的这个颠倒 这个颠倒 看起来两者虽然是相反的 但是在海德哥看来 黑格尔把存在理解为理性 理解为精神 尼采把存在理解为价值 然后把它重新还回这个世界的价值 实际上都是存在的遗忘 区别在于 黑格尔是隐性的 就是他认为我在研究存在 但他实际上研究的不是存在 你不过是这个存在物的存在 这是存在物的意义 存在物的本质 尼采是公开的 存在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你归于存在的所有意义 我们要还给这个世界 就是 原本被看作是虚假世界的 这才应该是真实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相对于 后来海德哥对 这个行人上学的反思来说 显然 尼采的意义就更重要 更重要 因为他是以彻底 要反行人上学的方式 来这个 但是他 当然我们后面会看 他还是没有 没有 这个完全 摆脱该行人上学的限制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 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这个 也就是说 存在者 只为存在者 是由存在者的存在来回答的 而存在者的存在 通常我们问的是什么 就是是什么 这个 用的那个什么 那种 是吧 也就是这个 存在者的那个本质来回答 这一点也是 亚里士多德的那个 我们现在翻译成 实体 那五四亿亚这个词 实际上这个概念翻译成 实体是一个 这个 错误的翻译 它是 希腊语拉丁化之后 形成了我们现在 substance 所有的这些词 都是来源于拉丁化的结果 但大家如果去看亚里士多德 五四亿亚这个词 亚里士多德给他的定义是什么 叫tst 就what is 是什么 或者是叫totinni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 是其所事 也就是说五四亚这个词 其实你用本质去翻译它 是最合适的 本质翻译是最合适的 在这一点 它其实和柏拉图是 一脉相承的 一脉相承的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 就是以存在者的抽象 我们说思想把握存在 也就是通过抽象 来把握事物本质的这种思路 其实一直影响到从柏拉图 一直到黑格尔 两千多年 直到尼采要倒转 要倒转两个世界 倒转两个世界 柏拉图的思想 虽然没有后来的思想那么精致 你到黑格尔 就关于形成少些东西 就非常精致 非常严密了 但它很 看起来简单 但它很清晰 也就是我们面前的世界 是相对偶然的变化的 那么在一类事物背后 一定有一类事物的本质 作为它的基础和根据 我们面前的世界 是从它的本质那儿 取得它的意义和存在的 所以它会把 你像它的洞穴比喻 它就会把现实事物 看作是理念的影像 你是从那儿获得自己的本质和存在 那么 尼采讲 尼采的原话 他说我的哲学乃是一种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 据真实存在者越远 它就越纯越美越好 以显像中的生命为目标 当然这样一种倒转 并不意味着两个世界换了位置 不是 你看他说 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 剩下的是什么世界 也许是虚假的世界 不 随着真实世界的废除 我们同时废除了虚假的世界 也就是说 它是柏拉图主义的倒转 并不意味着两个世界倒转 还是两个世界 不是 它彻底废除了那个 超感性的世界 被刑事上学认为是真实的世界 而把我们面前被以往哲学 看到虚假的世界 才认作是真实的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 没有两个世界 在这个我们面前的世界之外 没有别的世界 所以这个海德哥就讲了 我后边的标的叶马 就是尼采这本书的中文叶马 中文叶马 因为虚假世界 只有作为真实世界的对立面 才能成为所事 如果取消了真实世界 也就毕竟取消了虚假世界 只有在这个时候 柏拉图主义才得到了克服 这就是说 它如此这般的倒转过来了 以至于经过这种倒转 哲学思想就从柏拉图主义中 转变出来了 那么这样一种倒转 我们说尼采就揭示了 以往形而上学的本质 是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在形而上学看来 存在是一切意义的 狙击的地 狙击之地 而我们面前的存在者 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意义要在存在中去寻找 现在尼采把它倒过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以为是一切存在者 意义的那个存在 其实是没有的 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存在者才是有意义的 那个存在反而成了 无意义的状态 为什么说 这个形而上学的本质 就是或者说 叫做本真的虚无主义 是因为你所认为 一切意义所在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无意义的东西 那个存在是虚无缥缈的 不存在的 你是等于把现实世界的意义 异化为了那样一个超感性世界 超感性世界 那么这就涉及到 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就是虚无主义的问题 虚无主义的问题 虚无主义的概念词根 就是说拉丁文 它意思就是什么也不是 叫虚无不存在的东西 像我一开始 概括我们讲座的思路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人类文明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就是针对虚无主义 而始终面对虚无主义挑战 是吧 但是这个概念呢 是到18世纪的时候 才真正被创造出来 至于究竟是谁创造这个概念 说法不一 我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在哲学上 第一次受到关注 是康德 同时代的一位哲学家 叫亚格比 他在给费希特的一封信里边 就使用了虚无主义的概念 因为他 我们讲他其实是非常敏锐的 就是他意识到 就是那个时代 真正反对康德的是这个亚格比 他就意识到什么 说你康德把 就是知性为自然立法 你把所有世界的意义 放到主体这儿 就意味着在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 是无意义的 你会导致的就是 把这个外部世界的现实性 看作是空无 这个亚格比就称这个 叫做虚无主义 称这个叫虚无主义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虚无主义表示在意识之外的 客观世界的消解和失落 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一些的文学家 是吧 你像托斯基 像托克涅夫 他们呢塑造了一种 我们叫做虚无主义者的形象 也就是对于那种 反传统的 反现实的 这个批判一切 否定一切的 把这个 叫做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 但是我们说 这个相对于 19世纪的思想家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理解 应该说是对20世纪 对从他之后 整个的思想领域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 海德哥对尼采的解读呢 我想 真正 使得虚无主义成为 哲学上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们都知道 尼采的虚无主义 直接的一个表现 就是叫做上帝死了 用他的原话 叫什么叫虚无主义 叫做最高价值的贬处 那么我们通常可能 会更请讲到 尼采本人的时候 我们更倾向于说 他对于基督教 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 这种欧洲价值观念 那么当上帝死了 我们这种信仰不在了 那么你整个的基础被抽空 你整个的价值观念 就被颠覆掉了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方面 更多的会考虑 但海德哥看得更宽 海德哥理解得更宽 他把尼采这个上帝死了 看作是超感性世界的崩溃 他不仅仅把它理解为基督教 而且理解为整个西方文明 他的那个超感性世界的 这个失落